推荐电视剧《唐嫣》主演的乱世佳人 财貌双全的平儿第三集就被流氓少爷强奸 张家丫鬟平儿 唐嫣是被少爷张文景、郭明祥 是侮辱了少爷买通手下 陷害平儿青梅竹马的王初九 罗靖是杀害张富初九和平儿 值得逃往上海 化名为崇阳和莲芯 分别在码头干苦力 在裁缝店学做衣 莲芯为徐家小姐徐纳 徐奇文是制作衣服 深得得称赞 因此把他介绍进母亲徐会、夜同事的公司工作 贺家少爷贺天、陈建峰是对莲芯一见倾心 从此对他情根深重 崇阳一察觉到了贺天对莲芯的感情 两个男人大打出手 并且彼此宣告自己对莲芯的感情 此时张文景从报纸上看到了莲芯的报道 发誓要去上海揭穿莲芯的身份 并把他抢回身边 来到上海的张文景投靠日本人 并带人去杀崇阳 崇阳有此生死未卜 相关链接在视频下面 首先请观看精彩片段 《小野鲍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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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为我的女人 你别怕啊 但我别怕 我今天让你成为我的女人 别怕 你永远不会爱你的名字 我一定取起名 不要 你杀死了我的亲生父亲 你毁了我的一切 我要和你同归于尽 同归于尽